农村孕育了人类文明 农村也是每一个人的心灵故乡 但是现代农村却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何正视这些挑战 成为一个国家永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我们将带领观众 走入世界各地的农村典范 借由这些农村的故事 扩大我们的视野 启发我们对农村更多的想象 这些农村典范背后的经营者 心怀远见 让我们看见农村永续发展的无限可能 我们来到德国西南部的斯瓦本山谷 从山谷的高处向下眺望 小镇 农田 绿地与森林 构成一幅井然有序又赏心悦目的田野景观 这美丽场景的形成与维护 背后有两个在台湾少有人听过的概念 群落生境与生态圈保护区 这片山谷有着多变的地形 陡峭的山坡上 生长了多样的树木与植被 这些植物在清晨的阳光与露水中 渐渐苏醒 这种宁静而平凡的景色 正是我们这一集的主要场景 这山谷里保留了一个 有数百年历史的特殊农业形态 游放式的牧羊产业 这个历史悠久的产业 曾面临了被淘汰的危机 但是这些羊却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因为羊群与这片山谷 有着亲密的共生关系 我们故事的主角 就是在这片山谷中觅食的羊群 他们有一个美丽的名字 就叫做美丽诺羊 女后人们有一个美丽的一个人 像这个 然后这边 然后坐起来 然后看起来 好 很好 好 新 appreh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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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斯瓦本山谷对许多人来说非常陌生 这个山谷位于德国新南部的巴登福腾宝邦 附近著名的城市有乌尔姆及斯图加特 斯瓦本山谷长约220公里 宽约40公里 海拔最高点为1015公尺 这个山谷面积大约是花莲加上台东的大小 山谷中有着为数不少的聚落 这些聚落有着共同的特色 空间布局都以水源为中心 山谷的形成 可追溯到两亿年前的株勒纪时代 这里的石灰岩地质 孕育出牧羊产业 为了进一步认识这里的地质特色 我们在斯瓦本山谷地质公园管理局局长的带领下 走进一处古老的岩洞 一探究竟 是湖本山谷雅 而且是在文化中的女性的女性 在地质公园的工作人员协助下 我们搭船探索地下的洞穴 这个区域原本都在海面下 直到大约五千万年前 因为板块运动 海底才上升为山脉 海洋生物的沉积物造就了这里的石灰岩地质 由于石灰岩容易被水侵蚀 雨水与河水融食出许多裂缝与洞穴 这里是全德国最多洞穴的地方 由于地表不易保水 水会一路渗入地下 水渗到不透水的岩层 就会涌出而形成小湖泊 并绽放出不可思议的蓝色 这是著名的蓝泉 旁边有一座传统的魔方 充分利用了这里稀少的水资源 水分的水晨 水分的泉 Z位 水分的水分 水分 Wasser 火轰浔 水分有3 水分的泉 水分不浓 水分的泉 水分的泉 而且非常 mass搭封面, 这些加盈击均了 最后的旅游曲, 有助亚良団的要求 因为很多适色的水平均 是他们不用很交叉 因为他们没有兴趣 而且是他们不值得的 所以即使是利益 就是说,我们有一种很小的沙场, 我们有些人肯定了 脱离 鞋 鞋 有一种手术的小框 和一种动物品 也就是说的 非常像是 从台海上的小框 到英不央后 商量的越谱 是一种人的欣彩 蜡蜡蜢比蜡蜢蜢臺的很长的 tradition 对于14亿产 在来产人被移民 产人们的同时 在16亿产人们无法资讯 这些东西被公开的鸡蜢 这些东西是有一个公司的区别的关系 这些本来是由于本来的主体的奖地 是我们最后看到的 所以也從鄰居來 有很多牠們在夏天經過 跟牠們在夏天經過 由於羊毛需求的增加 14世紀開始 人鹽罕至的斯瓦本山谷 成為德國西南部主要的夏季牧場 隨著季節 牧羊人帶著羊群竹草而居 1786年 這裡的牧羊人前往西班牙 引進當時羊毛品質最好的品種 美麗洛羊 他們買下110隻羊 一路跋涉回斯瓦本山谷 隨後一直配種改良 結果非常成功 也將這裡的牧羊產業推上巔峰 對於牧羊的牧羊 在三十五公里我们在50公里有 Prime的价值 是在十十公里的价值 而且跟盧棉森上的其他价值 内设置了一位价值的价值 之后iva把牙减在有半律的价值 这种价值是dade验的价值 因为优优独与其他价值的价值 因为做どick原因是血氏亚新人随式 dispatch的时候就好 但是起初名的重点是小鲜的细选 我们员視近日平寺村有 150-180首要合格器人 即使是终生亚新人人 有网顾关于 הפ营疫情lais 就有 großes律服工作 我們來到斯瓦本山谷一處頗巨規模的牧場 實際體會這裡牧羊產業的現況 牧場中沒有很多牧場 我們來到斯瓦本山谷一處頗具規模的牧場 實際體會這裡牧羊產業的現況 牧場中綿羊低頭吃草非常悠閒 然而這景象無法說明這個產業的辛苦 小羊的叫聲圍繞在採光良好的木造羊色內 我們造訪的時間剛好是生產羔羊的季節 除了每天例行的趕羊放牧之外 主人還得把草原上誕生的小羊 連同生產過後的牧羊 一併帶回羊色 給予他們額外的照顧 牧羊人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 我的名字是Gerhard Stutz 他會有十五個月內 他會有十五個月的時間 他會不會說 現在是很難的 現在是很難的 在一大学,一教授和他的学生计计计, 在我们的牢牙和一小小小的一年,八小小小的工作 因为这是一种很厉害的工作,一半的工作 我们是在我们的主要联系, 他们的联系,他们的联系,他们的联系, 他们的联系,他们的联系, 我说我能花25.000-30.000个月以后才能不能活动 storce先生饲养的羊群以牧场规模是其他牧场的两到三倍 但除了太太与女儿的协助也仅多请了一位外籍员工分担日常的放牧工作 面对进口羊毛与羊肉的低价竞争 加上大多数年轻人不想从事这种繁重的体力工作 现代牧羊产业面临严峻的挑战 我们曾经过过温暖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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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并 我们在暖和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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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的舊 事只是緩暖和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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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的舊 但是游牧路线上的土地也渐渐被地主挪为它用 例如转种生殖发电用的作物以换取更好的报酬 这对Stokes先生来说游牧路线已经越来越难走 牧场的运作也调整成圈牧与放牧并行 斯瓦本山谷数百年的游牧传统 眼看就要成为历史名词 我们先离开梅丽洛阳一会儿 来到当地的一所大学 拜访景观建筑系的Lens教授 维护斯瓦本山谷的梅丽景观 是他的终身置业 他也是这个地区发展委员会的代表 积极参与规划地方的发展 并到世界各地分享斯瓦本山谷的故事 他也曾来过台湾 Lens教授带我们走到户外 要让我们认识一个重要的概念 Biotope 在德国 群落身境的画设计计《群落生境》的画设计记录予保存 而群落生境概念 则是更细腻地指认出 这些无所不在的栖息地 并进行更全面的保育工作 在德国一块15平的漆地 就可以划设为一个 被法律列管保护的群落生境 同时群落生境也不必然 只是自然环境 人为开坎出的农田 也可以是一个群落生境 我们请Lens教授 带我们实际造访几个 不同类型的群落生境 第一站 我们来到路边一处 点缀着岩石的小山坡 这就是一个群落生境 因为岩石群上 有着特别的植被 吸引罕见的鸟类竹巢 让这小小的岩石群 被划设为一个值得保护的棲息地 第二站 是一片农地 用来种植牧草 在农地与农地之间的树梨与灌木虫 就成为鸟类与小型动物 停住与栖息的空间 并且成为防风林 也防止了高原上的土壤流失 这些树梨也是一个群落生境 第三站 我们拜访了一处小河谷 蝉蝉小溪 吸引了许多人来此野参踏青 这个在斯瓦本山谷 石灰岩地形中 难得的湿地环境 是水草 水岸植物 仓路以尊于的栖息地 这条小溪 也是一个群落生境 最后一站 我们来到一个社区祠堂 祠堂被社区建筑团团围住 但是这个祠堂 吸引了水生的动植物 而且是一个火山口湖 火山沿江 阻止雨水渗透 形成水源 是形成斯瓦本山谷 典型聚落的地点 又具有地质的特色 这里也成为被保护的群落生境 都是飞生境的国保护的地点 那组宏基底部 以沿江水平均后 他们在调说 可以温暖宏地质迹 我们继续美食刊工 然后有达bers 能否保护的地点 我们可以保护的地点 每一堆年, 它完全完全随着不同的 Biotope 我们都必须在这些域的生活中 有些人吸引力, 他们被人吸引, 被移民, 被移民, 或以前的木材仍购买了, 也许多说, 中文竹, 如果我們想要用的 biotope 都會保持守衛生物 他們會消失 如果我們不會保護它 要保護一個群落生境 就必須對棲地內的動植物有充分的了解 法律才能被執行 Lance教授介紹我們認識一位科學家 Rachel明氏 他帶我們進入一片由三毛舉森林 所組成的群落生境 讓我們了解他們如何蒐集棲地的生物資訊 科學家們在森林裡設陷阱捕捉昆蟲 也在樹林裡擺了不同樹種的木頭 研究各種木頭在腐爛過程中 會吸引什麼樣的微生物與昆蟲 這裡也設置了全天候的露音設備 用聲音的頻率來研究這個地方的生物多樣性 這麼多的科學研究 讓我們見識到德國人雜實的基礎調查工夫 科學調查的另外一個重點 是瞭解人類的土地使用 會如何影響群落生境內動植物的消長 Rachel帶我們來到一處四伯甘園 四伯甘園是斯瓦本山谷的一種典型景觀 也是放牧綿羊的主要區 我們有一個大陸地的研究 要做有效的工具, 世界上的俄捷, 一起はい,100坡 50坡的坡 冲华并坡 等等,剛剛有此度上, 而在我們大大約50坡坪的坡坡均 已經可以消息300坡坡坡坡坪的一速 各科技有 ت成長的畢業 就是这个大灾问 为原本即将凋零的牧羊产业 注入了一线生机 赤膊肝源的特色 包含一重重的赤膊灌木 还有盐济这类带刺的草本植物 科学家在这一小片土地上的研究 就是要看看被破坏的草地 能够多快恢复原貌 在德国投入环境调查的科学家 其数量之多令我们惊讶 而这在德国却是生态研究的常态 一旦从土研究员 至于核草学员 或是 микrobiolog员 我们在这些域状态中 会集中试图说 可否有机会的达分别 我认为我们在这个研究中 有一个一项目的工资 是因为很多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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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能够找到予区大的 可否则的主要原因 就会用一项只有一个人工资 能够分一项地有种種重鲜物 也许多亚物 中国的土nenökologie,而且可以有很多意义 对中国所走的一些史上的海池 基本上每天是全土码的盒信 是一 hadいた在一个文字中的一个文字 然后我们聘划约的数据 代表现,是要用来的语言 以海洋扫益的东西 和做了公共的栅栏 像是一个我们将辉语娃图摄 这套学校,Lens教授请他的同事为我们介绍他们建立的一套图资系统 这套系统将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统整记录与管理 这些资讯不只作为群落生境的管理依据 也可以作为教学研究,地方发展规划 以及牧羊路线安排的参考 这套系统的系统的系统是在这套系统的系统 这些集图都被统制了 下属的组织规划 这整套系统是由于油尾的系统 去对 Patricia提供的组织规划 到一会是用载子的系统 在室内的观众中可以试试 哪些保护的标准 另一边也有一个大约的标准 在前面的标准 在标准的标准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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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科学的普查 以及数位科技的运用 群落生经的画色与保护得以落实 而科学普查更证实了 游牧式的土地使用 不仅没有对生态产生负面的影响 反而对生态系统 有着令人惊奇的贡献 不仅有库库的标准 在地上被移民在棉野 而被運用了像一般 一般的農鑽成就像一般的農鑽 和兵许的農鑽成的核心 而是一般的農鑽成的核心 如果没有羊群吃草 磁波根源就会渐渐变成森林 如此一来 这个地点的生物多样性将会降低 同时 随着油木路线,羊群在移动的过程中成为各地动植物的方舟 也就是说,牧羊产业提升了整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而这也改变了一般人认为,畜牧产业发展会破坏环境的误解 的主要是因为这个维护的草木产业的草木产业 和草木产业的草木产业的草木产业的草木产业 和草木产业的草木产业的草木产业建立了 个人的草木产业的草木产举有 cafe的放置 是一个基本的草木产业重置的草木就是一个人的草木产业 因为草木产业的草木产业在地下份草木产业 这是使用的草木产业利益 所的生物是一谈的草木产业稍的草木产业 用来这种草木产业宣解开 那颜木产业的草木产业会提升到草木产业的草木产业 是在草木产业利益上更高的草木产业小 oğlum 我們有一個好處的共存 和能量的合作 能量帶來能量的保護 但是在英國很少 我們有這個幸運的共識 人和自然的合作 這座石牆和紅樓為主的建築物 過去曾經是軍營 現在是成了一個管理中心 負責管理斯瓦本山谷生物圈保護區 中心內部精美的說明 與互動式展覽 是遊客了解在地生態環境的好去處 這個中心也是維護遊牧傳統的重要機構 這片廣大的森林與草原 以前是軍隊的演習場 2005年軍隊撤走之後 在當地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倡議下 成立生物圈保護區 並且經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認證 生活圈保護區 除了要保護自然生態景觀 也允許以永續為前提的人為利用 這個保護區獲得在地人廣泛的支持 已有29個鄉鎮加入 保護區面積達8萬5千公頃 約站四瓦本山谷十分之一 這裡也成為牧羊人的新牧場 在四個地方的含蓋 社會議員中的地人 和一部有核的桜 也有核的保護區 和一部的保護區 但在我們身邊的保護區 有核的保護區 和一部的保護區 和一部的保護區 这些优优优独播剧场就会失去优优优独播剧场 这就是我们的UNESCO说的 它们说这些很棒的地图 这些地图可以证据得到更新的地图 这就是这个地图的地图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图的地图 这位穿着制服的女士 是国家森林局的生物学家 负责管理这座前军事演习场 她定期在区内巡视 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 作为生物学家 她非常赞同生物圈保护区 继续开放给这里的牧羊人使用 对于2005的兵典的兵典 有很多兵典的兵典 我们也想到这些兵典的兵典 但是我们选择我们的兵典 这些兵典的兵典 这些兵典的兵典 这些兵典的兵典保护区 这些兵典的兵典 经历导具的兵典és 是显 Premier Unless 球兵典的兵典 这些兵典也 CRPD 因为这些兵典的兵典 这些兵典经典典 环境语持下来 动物圈保护区 这座前军事演习场 在被纳入生物圈保护区之后 是附近牧羊人的放牧天堂 Storz先生也在这里牧羊 这里离他家只有15分钟的车程 对他来说 这里是维系放牧方式的最佳场地 羊群在保护区的一个角落 度过一夜 正等着Storz先生来拆除围栏 前进到下一块草地 在赶羊吃草前 Storz先生进到羊群中 检查是否有刚出生的小羊 要连同牧羊 一并带回羊社里额外照顾 经过清点 这一夜之间诞生了28只小羊 这加重了他精神的工作 同时也让他长年的脚疾 更为疼痛 为了向他致敬 我们帮Storz先生剪辑了一段个人MV 呈现他日复一日的牧羊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h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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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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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z先生选择了一个山凹搭起围栏 让羊群在围栏里过夜 他将训练池接到围栏 并通上电流 这可以避免羊群乱跑 也避免森林里的野兽 袭击羊群 除了看顾羊群 Storz先生还要面对经营 管理 开发市场等事务 农场才可能经营得下去 我们回到Storz先生的牧场 由于消费习惯的改变 牧羊产业过去致力于羊毛生产 现在则以羊肉生产为重心 Storz先生在自家设立屠宰场 他认为屠宰方式对羊肉品质 有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 为了确保羊肉的品质 并且兼顾动物福利 他选择自行宰杀羊汁 再拿到市场销售 经营屠宰场与销售羊肉 也成为他的新客题 我们来到一个美丽小镇 明星庚 许多商店挂着羊图案的招牌 传统的红瓦斜屋顶的木构造建筑 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 牧羊产业为了走出一条活路 积极与观光产业 餐饮业合作 共同打造具有地区特色的产品与服务 赫尔曼旅馆 会在正中心的喷水池旁 从招牌与旅馆门前的装饰 就可以看出 这是一间以羊为主题的特色旅馆 旅馆房间墙上 是赤坡干源景观的彩繪 旅馆的餐厅在当地非常有名 菜单如打羊料理 而羊肉就来自 我把这些包裹员带 池旅馆工居 现在我们为了 我们採用 Förder質量的 主题时薄装 为主题 他们的荷成 切能量 傍馬尔贝 红角色 现在我们在乎 吓我们的辟友借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消防安 我们来到一家在地的皮衣工方 这家创立于1960年代的手作工方 现在由第二代经营 二十五年前 当鲍尔先生接手公司时 面临转型的挑战 他决定舍弃过去的做法 选择与Stos先生合作 采用高品质的羊体格 并且出现产品与在地的连结 重新打造父母亲留下来的品牌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在这种方式的方式,他在这种方式的方式, 所以他在这种方式的第一名的方式, 我们的地方是非常高的货币。 我一旦有一个小车车, 在地区域的Gerhardt-Stotts上去飛行 那是非常大,有很多人在這區域 我從那裡飛行走 我從那裡看了一個整個圍形的圍形 一個人的圍形狀狀 我心想說,這可以只有Gerhardt 我们终于把飛行车区的一支是远速的 我看到了,是远速的 然后我说是远速的 我说是远速的 他当然远速的远速 那是个人的 那一条,我看了 我已经快到了 因为我当时的男人 这个人在做的 他试试了 我非常正确的 我认为,如果我们做一种产品,我们都不会毁离我们的社会 我们必须有所谓的东西,我们必须有所谓的东西 我们必须有所谓的东西,我们必须有所谓的东西 人家利用的利益 那是用了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和人家的尊重 和人家的尊重 尊重的尊重 尊重的尊重 我们的品牌 斯瓦本山谷如它的地质 多变的地形与丰富的生态 构成这里美丽的自然景观风貌 开放的草原吸引了许多人来到这里 随处可见的人们在山谷中骑马 骑自行车 践行 登山 散步 惬意悠闲 数百年的牧羊产业文化传统 也成为这里最具吸引力的观光资产 地方政府特别规划了一条 山谷牧羊人步道 将牧羊人的游牧路线串联整理为践行步道 并且在沿途树立指标与解说牌 我们参加了一日游城 很幸运地真的碰上了放牧中的羊群 山谷牧羊人步道一日游的终点 就在一座农场 这里正在举办园游会 四级摊位上有手作羊毛制品 还有牧场自家羊肉做成的美食 其中最受小朋友喜爱的就是剪羊毛秀了 这些活动吸引了数百位观光客 这让我们亲身体验原本即将没落的牧羊产业 如何成为当地观光产业的重要推手 为了延续百年的游牧传统 也让一般人理解与亲近牧羊产业 地方政府和牧羊协会举办了一场牧羊拳比赛 要让大众认识游牧传统的游牧 要让大众认识游牧传统的游牧传统的游牧 可爱的羊群与牧羊群 吸引了许多人西家带卷来欣赏比赛 热血 今天晚上我們授出一個活動的活動 這個活動是一個活動每個的借仁 他們要訪某些花式一種状況 以好教學會學生理由 他們的呂學習所不可教 大家要講話 所以每一位都是一位是非所谓的一位是eker, 也是很糟糕的方式, 不可能更好, 公司您可能回到最好的啦, 最好的是非所谓的。 这是在一方面的所有, 上一里已经流行并且有化妒胸。 那另一方面的社会很具抗理, 因为我们在闭里面有20牌, 在牠們的牠們上的牠們, 所以牠們的牠們, 如果牠們在海中的牠們, 牠們需要知道, 為牠們的牠們在牠們的牠們 這就是我們在牠們的牠們 這就是牠們的牠們 牠們的牠們的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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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山谷中的最後一天 將與一位年輕的牠們一起度過 這位牠們只有25歲 在前天的牠們的牠們比賽中 獲得第二名 牠帶我們來到前軍事演習場中牠們 我們很想瞭解 新生代如何面對牠們的牠們的未來 牠們的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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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們沒有人 牠們有順潭 牠們的牠們 牠們就保持其他負責 是人家人都在那里面 而且一些人都在那里面 因为我们的钱是不重要的 我们的钱是不重要的 我们的职业 这种职业是一种职业的职业 你必须在我身上的职业 你必须在我身上的职业 我会在我身上的职业 我会在职业的职业 在职业的职业 我会很容易做到职业的职业 我会有很多职业 我没有职业的职业 我会有职业的职业 我会有职业的职业 因为我会在职业的职业 我会在职业业业 我会在职业业业 12时每一天 没有职业的职业 我会在职业的职业 这种职业的职业 是为我们的职业 是一步道的职业 是这里是职业的职业 相關牖來的保護犬 牙學生 這真的要看到 在社會讓他們更有關於核心的 Rohr 亦上越混亂 我們可以這裡生 我們今天最要有的保障 這只是相關亦 當我們全都相晒 核心,核心 我們保住我們 我們基本上 他們都是喜歡他們 然後我們大家和我們一起去 这位年轻人 不用金钱来衡量一切 就像我们无法用金钱 来衡量文化 大自然与景观的价值 美丽诺阳的故事 让我们重新认识 人与生态之间 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 而这个关系 就像史道斯先生所说的 像宝石一样珍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